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莫玉金 988集 那雪仿山女人的确经历过两次婚姻 第一段婚姻的确不幸 从他们两个的面相来看 那雪仿山女人的第二段婚姻 应该还算是幸福 她丈夫很爱她 但是她却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 而且还不止是一次呢 张凡看到 雪仿山女人气节功位置 粉红色光芒很盛 不过这粉红色光芒 并不是在代表衬衫男子的那条细纹上 而是在其他的几个区域 这也是张凡为什么说 雪仿山女人跟几个男人 都做了对不起的丈夫事情的原因了 听到张凡的话 林清凡猛地睁大了眼睛满脸惊讶 不过从她脸上不难看出来 她的惊讶里还带着一丝八卦的成分 那个中年男人 刚才没对雪仿山女人说这事 有可能是没看出来 也有可能是故意没说 怕影响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 林清凡听了 微微点了点头 张凡又说道 好了别纠结了 别忘了 你可是来买衣服的 有你喜欢的就买 没有啊 就随便逛逛 两人在店里面 大概逛了十多分钟 林清凡也试了几件衣服 但都不是特别喜欢 所以两人便离开了 经过门口的时候 发现那中年男子的身旁 已经围满了人了 他们的手里 都拿着一张消费过两千的单具 在等待那中年男子为他们算卦 或是解决麻烦 几乎刚刚所有进入店铺之人 不是在店铺里面试衣服 就是在门口排队 等着中年男子为他们开卦 见张凡两人要走 那男子眉头一皱 叫住了两人 两位朋友 这就走了吗 听到中年男子的话 张凡和林清凡脚步一顿 回头望了他一眼 而后张凡笑道 哦 是啊 没看到合适的衣服 这么大的店铺 怎么可能没有合适的衣服啊 中年男子反问 而且 想找我算卦这么准的人呢 可是不容易啊 听到这话 林清凡 朝张凡投了一个询问的目光 张凡看了他一眼 而后 又对中年男子说道 多谢你的盛情挽留了 我们也不想预测未来 这如果好还好 如果预测的不好 我们的心底啊 会一辈子犯嘀咕 张凡若不是一个会相补之术 指一个普通人的话 他刚才所说的话 就是作为普通人 最为真实的想法 提前预知的 很可能不是未来 而是烦恼 文言 中年男子微微点头 而后 冲张凡做了个情的手势 张凡也点点头 看了看见男子 便带着林清凡 一起离开了 中年男子 和上中年男子身的狐狸精 很可能是一个怨打 一个怨挨 所以 张凡也不想干涉太多了 两人这么一逛 便逛到下午六点 林清凡大包小包 买了十来件衣服 张凡的身上挂满了包裹 从最后一家店铺里面出来 两人便朝电梯的方向走 在去往电梯的过程里 两人正好需要经过 中年男子摆摊的那家门店 此时 中年男子正好闲暇 这三个小时啊 他把今天消费两千以上的 所有人的挂 或者 是所求的东西 都已经指点完了 哈哈 我看到两位几次了 咱们也算是有缘 要不要过来坐坐 我为你们免费算一挂呀 听到中年男子的话 张凡和林清凌 都把目光投了过去 就在张凡想拒绝的时候 便见 他眉头紧紧地皱起来 他那双眼睛 死死地定格在 中年男子的身上 看到张凡的目光 中年男子当时便愣住了 他不明白 张凡为什么会如此 全神贯注地看他 随后 便见张凡 快步朝中年男子的方向 走了过去 而后 小声地 在中年男子耳边说道 你带着这具躯体 尽快离开 不然的话 这躯体会有生命危险 此刻 是狐狸精 在主导中年男子的身体 张凡这么说 也是很正常的 张凡看到 中年男子印堂位置 有一团黑气凝聚 这团黑气 正是中年男子趴坐着的 狐狸精蓄影上催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 中年男子的灾难 是中年男子身上的狐狸精 给他带来的 而张凡之所以 让中年男子尽快离开 是因为张凡看到 在中年男子迁移宫位置 有着一抹正红色的光芒闪耀 而且 中年男子的迁移宫 还延伸出了一条红色的细线来 与中年男子印堂位置连接 隐隐地 有着催赶中年男子 印堂位置黑气的意思 这便说明 这中年男子只要离开 就可以摆脱面前的危机了 听到张凡的话 中年男子一扇愣住了 他惊讶地望着张凡 不过 在眼底深处 却带着一丝狐疑 他仔细感受过张凡的气息 但是 却并未从张凡的身上 感受到丝毫的悬崩之气 其实 这都是因为张凡身上的灵石 隐藏了张凡体内的气息波动 张凡看出了 狐狸精脸上的疑惑 一股强大相簿之气 骤然从张凡体内喷涌而出 感受到张凡体内喷泊而出的 浓郁的相簿之气 中年男子的脸上惊骇 变得越发强烈 随后 他脸上更是浮显出了一抹苦笑了 自己还要给人家算卦呢 人家这相簿道行 已经甩出自己好几条街了 自己 可真是班门弄斧 在官公面前耍大刀了呀 愣着干嘛 快走啊 张凡急忙催促 之所以会帮着中年男子 是因为中年男子 并非是什么可恶之人 虽然男子也并没有做过太多善事 但是却并没有坑害过别人性命 张凡既然看了出来 便不可能任由一条鲜活的生命逝去 张凡的话 把中年男子的思绪拉了回来 并见那男子重重点头 连连说道 多谢先生提醒 我马上离开 一边说着 中年男子便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了 既然已经出来了 就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怎么着急走干嘛呀 就在这时 众人身后响起了一个浑厚的男生 这声音里更是带着一抹挑衅 一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再见